今天轮到狐狸猫跟小树蛙当职日生 中午它们负责处理班上的垃圾跟厨余 小树蛙,这些垃圾和厨余最后会到哪里啊? 这些垃圾有些直接送到焚化炉 有些依据回收的种类不同,可以再变成有用的物品 像是宝特瓶这类塑胶,回收后可以做成布织布,衣服与塑胶制品哦 连衣服都可以做,也太厉害了吧 那厨余呢?常听到人家说厨余变黄金 厨余真的可以变黄金吗? 如果可以变黄金,我就不丢掉了啦 但厨余可以做堆肥,让农作物长得更好 也可以用来进行生殖能发电哦 厨余的再利用价值非常高 所以才会说厨余变黄金哦 咦,那生物死亡后的遗骸 是不是也可以回收再利用呢? 当然可以了,你忘记生态系中还有分解者呢 哦,我想起来了 分解者就是可以把物质分解成小分子 回归大自然的细菌或真菌这一类生物 没错,当生物死亡后 分解者会将生物遗骸或排泄物分解成小分子物质 除了提供自己生存需要外 同时这些小分子物质会再度回到自然界中 提供生产者再次吸收利用 当消费者设施生产者时 这些物质又会再随着食物链传递 物质在生物与环境间循环的方式 很像资源回收再利用吧 哦,所以生物体的遗骸可以透过分解者及生产者 再次回收利用 那么这些物质如何在生物与环境间循环呢? 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吗? 呃,我不是很清楚耶 我们等午休结束后去问生物老师吧 好 下列有关物质循环方式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真菌不属于分解者 B. 分解者负责将生物体内的物质回归环境中 C. 与食物链无关 D. 厨余只能拿来发电 正确答案为 B. 老师,物质如何在环境与生物之间循环呢? 构成生命的物质都能在环境与生物之间循环哦 这些物质有很多种 例如其中最重要的碳元素 想一想 我们在前面学到哪些物质里面会有碳元素呢? 二氧化碳 葡萄糖 还有电粉 很好 再想想看 生产者如何制造养分呢? 生产者会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 没错 生产者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 合成葡萄糖 合成的葡萄糖部分会被细胞利用 而其余的则转换成 电粉、蛋白质、脂质等含碳物质储存在植物体内 当初级消费者设食生产者时 则取得生产者体内的含碳物质 而这些含碳物质也会随着食物链往更高级的消费者传递 可是,生物一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不就越来越少吗? 我记得,生物进行呼吸作用时会呼出二氧化碳 这样二氧化碳就不会减少了 是的,所有的生物都会进行呼吸作用 将含碳的养分,例如糖类、蛋白质、脂质中的能量转换出来 提供细胞活动所需 同时也会产生二氧化碳 将碳元素排回环境中 这也是碳循环的一部分哦 那生物死掉后 遗骸内的碳就没办法传递了吗? 这时候就轮到分解者出马咯 分解者会进行分解作用 将遗骸中的含碳物质分解成二氧化碳 回归大自然环境中 生产者就可以继续利用二氧化碳 而这种碳元素在生物与环境之间循环的过程 就称为碳循环 咦,生物遗骸会被分解,回归大自然 那怎么形成化石燃料呢? 我知道,有一些生物遗骸在特定的环境下 会转换形成化石燃料 也就是煤、石油、天然气 这些燃料被人类开采后 在燃烧过程也会释放出二氧化碳 回到大气中 小树啊说得很好哦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分解作用 化石燃料的形成与利用 共同组成了碳循环 下列有关碳循环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光合作用与碳元素无关 B. 消费者体内的碳元素必须透过分解者才能回到环境中 C. 没有分解者也能完成碳循环 B. 我们呼吸时吐出的二氧化碳是碳循环之一 正确答案为B. 咦?光合作用也有用到水啊 那也有水循环吗? 你们想想植物如何获得水分呢? 从根部吸收啊 没错 当植物从根部吸收水分时 大部分的水会透过蒸散作用 从叶子上的气孔蒸散出去 少部分的水则会与二氧化碳经过光合作用合成养分 这些水跟碳循环相同 随着食物链传递再由分解者回归大自然吧 水要怎么随着食物链传递呀? 你们想想水是如何进入我们的体内? 我知道 喝水或是食物中的水分 没错 透过摄食我们可以直接从食物中获得水分 记得在上学期学过 生物体如何维持体内水分的恒定吗? 水分要如何离开生物体呢? 呃…上厕所吧 答对一部分哦 像植物透过蒸散作用 动物则透过呼气与排泄作用 将体内的水分送回大自然 上厕所?是大便吗? 动物的排泄作用是什么啊? 排泄作用是指生物体将细胞代谢后产生的废物排出体外过程 例如流汗、排尿汗、呼气等 而排便则是把食物残渣排出体外 里面也有水分哦 我知道生物死亡后 分解者的分解作用也会把生物体内的水 重新回到大自然环境中 没错 大自然界中的水 一份可被生物吸收或摄食进入生物体内 并借由蒸散、呼吸、排泄与分解等作用重回环境中 与碳循环相似 这种水在生物与环境间的循环 就称为水循环 谢谢老师 让我们了解物质是如何循环的 下列有关水循环的迅速 何者正确? A. 生物的排泄作用可以将水排出 B. 与碳循环毫无关联 C. 植物根部吸收的水分全部用来合成养分 D. 人只能透过喝水获得水分 正确答案为A 学完这个单元 我们一起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学到了这么多哦 那我们再动脑想一想 随着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 地球的温室效应加剧 全球年均温不断上升 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浓度?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